今天不是强子 咱今天说说强子的大爷 2000年的时候 强子的大爷两口都下岗了 大爷开上了出租 大娘在超市了一个人做面店 大爷为了赚钱贴补家用 每天出车很早 收车很晚 在那年的8月初 有一天晚上下特大暴雨 而且是电闪雷鸣 很多车都停运休息了 强子的大爷想趁着大雨 拉点活 顺便宰客多赚一点 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赚个辛苦钱 于是在大街上开车溜达 找客人 后来在一处高压店 边电柜的旁边 看见一个人 蹲在下面招手 那个人没有打散 就跪坐在边电柜的雨盐下 这个大爷想都没想 过去了 这个人上车之后 强子的大爷看了眼时间 凌晨12点35分 问那个人去哪 那个人也不说地址 只是说会给他指路 当时雨很大 事件特别的差 外面的建筑物 透过车窗上雨水的划痕 都变得很模糊 但是 那个人对路特别的熟悉 就一直指挥他大爷 转弯或者执行 按照他的吩咐 很快就开到了目的地 但是目的地特别的黑 前面几乎看不清 强子他大爷就不敢走了 但是那个人 却坚持让他把车开过去 并且说愿意加钱 好 加钱嘛 大爷没能把持住 一脚油门干过去了 到了一栋楼下 坐在后面的乘客 给他强子他大爷50块钱 并且说不用找了 但是恳请他 把这个钱留着 晚一点再花 大爷呢 着急回家 就答应了 把他送走之后 大爷努力地看着外边 缓慢地开着车 顺着这个路 是找到一处大门 大门是电动的铁栏门 关着呢 大爷就按喇叭 让开门的人放他出去 但是门没开 而是从门位里 出来一个人 那个人手里 拿着铁板手 跟那个手电筒 在大雨当中 罩着枪子的大爷 大声地怒喊 你他妈是人是鬼 草 要害人别找我呀 这个大爷就很奇怪了 问他怎么了 结果那个人呢 还是重复刚才的话 这个大爷就感觉不对劲了 回头仔细辨认了一下 发现自己啊 居然把车开到了一处 市郊的殡仪馆 当时就吓懵了 问这个门位啊 自己是怎么进来的 门位也是一脸懵逼 确定之前啊 他没看见大爷 从正门进来 那当时呢 还吓着雨 两个人都吓傻了 门位回去关了电闸之后 非要跟强子他大爷一起离开 当天晚上 旷宫了 两个人离开之后啊 门位在大爷家附近的旅馆住下 相约第二天早上呢 回来一查究竟 好了 第二天天晴了 俩人一起回来调查 因为之前大雨 门位是没有看见大爷的车 所以呢 就要调监控 那因为2000年的时候呢 监控啊 还不是特别的普及 殡仪馆只有大门和告别大厅的正门有监控 但是大爷的车 当天晚上是的确路过了大厅的正门 结果两个人调查 当天晚上的监控时 发现大爷的车啊 确实在大厅门口停下来了 但是那个乘客下车的一段时间 录像内容呢 是雪花状的 那一小会儿之后呢 恢复正常了 就只派到大爷的车离开了 把强子他大爷跟这个门位 再次吓猫痞 大爷呢 就找出了当天晚上收到的50块钱 和这个门位一起 报了警 警方在得知大爷的位置之后啊 联系案发辖区内的警察 了解到此前确实是有一处变压箱 在检修的时候 由于个别操作人员的失误啊 未能安全关闭开关 垫死了一个操作工人 那个工人呢 就被送到了这个殡仪馆 由于赔偿的问题啊 家属和公司闹翻 迟迟未能火化 强子他大爷呢 向警方就通报了事情的全过程 警方呢 找到了事故方负责人 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 咬定 强子他大爷呢 是被大宇教坏了 说胡话 好 没办法 这个大爷就掏出那五十块钱 请求警察做指纹识别 最后前上的指纹 还真的跟殡仪馆里的那位前辈的指纹是一致的 警察也瞎懵逼了 拿这个结果 找到了相关负责人 相关负责人得知之后呢 直接吓尿了 立刻赔偿了受害者的家属 并且立刻给受害者的买了墓地 跟家人协商 让他早日下葬 并且呢 在下葬的时候还说了 要给他请师傅 这强子他大爷跟这个门卫吓得也不轻 找专业人员咨询了一下 结果就得知 那位前辈那天是害怕雷电 所以躲在大爷的车里 自己不敢走 而那段很黑的路程 是为了不打扰更多人 制造了一段捷径 终归呢 他对强子的大爷是没有恶意的 并且留下的五十块钱呢 是付了车费 也是留下的证据 此后 强子他大爷受了这个事的刺激之后 就辞退了出租车司机的工作 做了搬运工 这个玩偶投稿的故事呢 细腻生动啊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 只需要一个门卫 配合一个演乘客的人 就可以完美操作了 那至于目的啊 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了解决赔偿问题 只是苦呢 就苦了强子他大爷 少了一名光荣的出租车司机 你们觉得呢 好了 我是老飘 让我们下个故事见